今天早上高雄風雨昇路跟公民路口 路人路都是油 發現原來是店家的廚房路油 現在沒人到傷 京方表示店家 涉嫌違反公共貴欠罪 環保教也表示會生意 違反貴企務 請你發這間店家六千塊 變少的貴養也會店家的負責 聽說路都是油 環圍中 近七公司的京方 通過京郵出境界供養 也通過寬佈卷 油料順著坡度擴散到路面 初步擴散範圍約長七公尺 寬約兩公尺左右 就這種比較罕見 罕見 比較常見的是那個車禍油汙 請這隊員 鋪木雪還要洗路面中間兩點 整理清洗 現場是高雄山區維新路公民路一台 京方國間是旁邊路靠炸機店的料理台 來漏油 雖然沒有操心交通事故 但漏油和道路 翁來規限空間設計 公共危險罪當中 妨害公眾翁來安全罪 如果民眾受傷提供 也有可能堪設計過時上害罪 會通知入价告案說明 憲報局也要移照 貴請法來規劃上關六千塊 規範飛去 rig法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 採取一千兩百元到六千元罰還 後續清除費用 一併向污染行為人求償 收電我有再三確認說那個 漏油法是確認關閉的 確認的已經是不敵有的那一種 但是我今天看到新聞來的時候 已經是呈現微開的狀態 濁直說前一天要關門的時候 有一次来卡定有把油塞好掉 不知道有什么关系点六点钟了 他就来漏油 到底有一堂盘的油都漏掉 应该要面对的发展 他的接受也会把警方说清楚 记者 王柳天丹 《健康教育报》